现在要讲四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 就是我们首先要学习 无论我们是要礼拜还是要慌斩 还是要做其他任何的工修 都首先要学习 一旦我们要想完成工修 必须要学习工修的细节 我们学习之后要遵行 要立行 要践行 然后我们还要宣教 我们必须要忍耐 首先忍耐学习的过程 要忍耐 实践的过程 然后我们还要忍耐宣教的过程 我们如果做到了一张基点 我们后世能够在乐园的先持旁边会见我们的使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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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